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的新风格的音乐的风格的诞生 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经历 同时在三首歌曲中 我都进行了此曲的创作 包括像It's You是我一首全包 包括到制作后期 其中的MV也是我自己剪辑 包括所有的创意 所以这一张是我比较有蔡旭坤风格的一张专辑吧 之后也会持续地带给大家更多 属于我的音乐风格 解释一下 三首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种音乐风格吧 其中有比较温柔 比较舒缓的 当然也有旋律感很强 特别适合Live表演的 然后像It's You的话 它比较像是一幅画 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人在听三首不同的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也从来不会给我的歌曲定义说它一定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有自己的感受在里面 其实三首歌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很喜欢 那在选择这一次的MV的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纠结 那我觉得其实Pold Up 它是大家对于它的旋律 因为它比较的温柔 比较的抓耳 我觉得是能够在第一瞬间 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它的音乐性 特别的温柔 然后也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先第一支MV选择了Pold Up的原因也在于此 希望能够让大家慢慢的了解我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需要循序渐进 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不忘初心吧 然后还是那句话就是画画世界今生即行 能够保持一颗最纯粹的心情去做音乐 我觉得这是我需要保持 然后不管是20岁21岁22岁 从今以后都会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来哭我主播电台 听和我有关的一切 大家好 我是彩虚渐